母女久别重逢 福宝则显微有些淡定 心想刚分别几天 妈妈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这么黏着我 女儿即将去过自己的生活 未来还会组建自己的家庭 叫老母亲哪里放心的下 哪里舍 虽说在一起时 福宝总是惹爱宝生气 但当再次见到福宝 爱宝那种发自内心的高兴 易于言表 估计爱女士也想不到 孩子这么快就长大 当年在外场 看到黄土高坡的时候 气不打一处来的爱女士 还对爱宝进行各种爱的教育 当妈的爱女士面对整天 做天做地的福宝 都到了不封魔不成活的地 谁能想到孩子打着闹力 整天有操不完的心 竟然长这么大了 在狭小的休息室 福宝感受到妈妈的心情 明白了妈妈对自己的思念 紧紧地跟随着妈妈的步伐 仿佛在说妈妈不要担心 我很好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这次患不舍女儿的爱 标记福宝了 后来福宝躺倒在地上 爱宝走过来 紧紧抱住福宝不松手 仿佛怎么都看不够 果然不论什么物种 父母的爱都是一样的 大熊猫虽说是 有领地意识的独居动物 但并非没有社交 即使是野生大熊猫 它们在独立后亲情害 也还会有探亲行为 在野外与远嫁的女儿部 雄性大熊猫 一般都会守在母亲领地周围 默默地关心着母亲 时不时还会偶遇几次 看看对方是否安好 对于爱宝和福宝的母女情 不得不说将爷爷好懂他们 时刻留意着爱宝和福宝的感受和情绪 感谢两位爷爷如此爱着爱宝家 福宝 那都不不说 江宋两位爷爷有多爱福宝 江爷爷出差回来 会第一时间来看福宝 江爷爷给大孙女喂胡萝卜 但福宝根本顾不上吃 而是直接扑到江爷爷怀疑 江爷爷陪福猪猪玩秋千 一边陪着大孙女玩 一边给大孙女拿好吃的 热爱营业的福宝不愿想 宋爷爷爷也只会向福宝诉 不能回家 自己很难过 宋爷爷那家子英语 福宝听的耳朵都气茧 作为福猪猪的贴身事物 宋三岁没少给福猪猪准备礼物 不仅给福宝送大雪 还会宋小雪 宋爷爷从来不会空着手去见大孙女 福宝那些别出心裁的脸 有一大部分出自宋爷爷之手 什么竹子牙刷竹子直升机 还有竹子胡萝卜花 甚至还有竹子抽签 每一支签上都写着祝福和礼人 就看我们福猪猪能抽到哪个了 有这么疼爱自己的爷爷 福猪猪自然很开心 但就是有点太年少 宋爷爷喜欢拍照 天天烦着福宝 让福宝当他的模特 如果正常拍还好 就是宋爷爷的拍摄角度很刁钻 每次都对脸拍 问题是福宝还很配 对脸拍照之余 宋爷爷还会捏福宝的脸 咱就说你这么惯着宋爷爷 真的好吗 对此有网友表示 如今宋爷爷应该忙不过来了吧 毕竟还要照顾福猪猪的妹妹 如果当福宝知道 自己的妹妹整天被宋爷爷各种 肯定会说终于有 替我分担老宋那令熊智系的爱 本来以为福宝的两个妹妹 两个爷爷可以一人带影 不成想两个家一起 就不够宋爷爷一个人撸的 看着梁小芝 越来越重的黑眼圈就知道 宋爷爷经历是有多旺盛 对福猪猪姐妹三个 将送两位爷爷 可以说是相当尽心了 虽说大部分时间 两位爷爷都在照顾两个小妹妹 拍的视频也更多的是梁小芝 但是两位爷爷对福宝的爱都在 希望福宝和两位妹妹 在爷爷们的呵护下 可以一直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这只堵水管的大熊猫 名叫和风 作为一只特别有责任心的果宝 和风发现水管漏水 当即拿熊掌去捂 结果发现根本捂不住 索性直接躺下 用那穿着小白袜的小脚堵水管 结果折腾了半天 小脚鸭也不管用 于是只能绝望地起身 继续用手堵 发现用手捂住了 还十分好奇地往里面偷看 看看有没有堵住 最后和风同学 只能绝望地坐在那 充当堵水工具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当水管修理工 太累的缘故 后来在和哥哥星光 一起泡日光玉的时候 直接泪摊在了池子里 和风与同父异母的哥哥星光 在2019年6月份 从成都大熊猫基地 出差到上海动物园的 今年年满7岁的和风 正是成年 为此上海动物园 还专门给他举办了一场成年礼 和风的父亲是海归熊猫妹 母亲是洁癖公主成功 出生时与妹妹花花一样 双脚脚尖各有一撮白毛 看起来像穿了一双白袜子 放在熊猫堆里 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和风还有个双胞胎妹妹合余 与妹妹长相甜美 性格乖巧温柔不独 和风雄如其名 性格很风 活泼好动 过生日的时候 比起神果冰蛋糕 和风更喜欢食仙竹料理大礼包 抱起最爱的竹子就吃了钱 简直就是一副吃货 为了能让和风玩得更开心 上海动物园的奶爸奶妈 给和风准备了许多风容的玩具 全手工制作的竹马 大竹子里花筒 还有竹子制作的向日葵和满天星 既能玩耍又能吃 除了爱玩爱吃 和风的第三大爱好就是爱睡 玩够了吃饱了 就要找个最高的地方 好好睡上一觉 作为熊圈女顶楼花花的清歌 在成人里这天 甚至有许多外地游客 都慕名前来给和风庆舍 大熊猫的年龄一般是这样划分的 七岁以前属于青少年 七至十八岁就属于成熟的壮年时期了 一般在成年后 熊猫的领地意识会表现得越发强烈 为了防止和风雨星光兄弟俩争地盘 奶爸奶妈们不得不早做打算 将他们兄弟俩分开 就是不知道未来 找个什么样的对象